大家好 这节课程我们继续来学习企业网站后台管理系统的相关制作 在上一节课程里 我们已经制作了公司介绍的这样的一个页面 主要用到了文本框 还有一个复文本编辑器的使用 我们主要使用了百度Uedit的这样一个复文本编辑器 也给大家演示了如何在我们的项目当中来植入这样的一个复文本编辑器 大家下来也可以到Uedit的官网去阅读它的文档 那么来进一步的了解它的一些高级的功能和用法 下面来看一下本节课程所要学习的内容 在本节课程里 我们将要完成一个左侧菜单切换的一个内容 在前几课程里呢 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 当我们写一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index的页面 通过它的这个iframe的src属性 固定给它指向咱们制作的页面 那么当我们页面刷新的时候呢 它就默认加载出我们这个制作的页面 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我们想要的效果是 当我们点击左侧这个导航栏目的时候呢 我们对应的这个导航栏目下面的这个右边的内容 会给我们加载出来 那么这样的效果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可以简单来分析一下 在这里呢 如果说我们给它的这个 左侧菜单项里面的A标签 给它设置为一个页面的链接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栏目管理 那么我们来刷新一下 当我们点击这个栏目管理的时候呢 它就会跳到我们指定的这个页面 但是呢 它的顶部和左侧的导航是不进行显示的 那么是因为呢 我们的这个页面呢 它并没有包含我们的这个头部和左侧的这个菜单内容 那么所以说这样的方式是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只有通过在这个iframe的src里面指定了我们的这个页面 然后在这个index的页面 也是我们整个主框架的页面 加载进来这个相关的内容的这个主体内容页面 作为这个主页面的一部分 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那么 这个效果我们要怎么来实现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当我们点击左侧的这个菜单导航的时候 我们如果可以将它的这个链接的页面 动态的给它加载到这个iframe的src上面 那么我们想要的效果是不是实现了呢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思路来实现的 要实现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肯定是要使用到 javascript的一些相关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肯定要使用到我们的这个叫query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具体的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功能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首先给它写一个注释 我们叫做左侧导航的一个切换 左侧菜单的一个切换 好 我们首先要通过点击来 实现这个点击的功能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 肯定有一个点击的一个内容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具体的一个点击的 左侧导航项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这个点击的项呢 那么就是在这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d 找到它下面的这个对应的地标签 对吧 每一个菜单向的这个地标签 它里面的这个a标签 那我们点击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执行相应的功能 所以说第一步 我们先要获取到这个a标签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呢通过它这个id下面的下面的dd下面的uil下面的me标签 还有它下面的a标签 这个这个大家应该明白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css的一个选择器的形式呢 找到咱们的这个a标签 然后通过它进行点击对吧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click式键 那么它里面呢是一个 例面函数 这个呢前面呢都给大家讲到过 好 在这里呢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那么我们如何去获得这个页面的它的一个具体页面的链接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通过一个属性给它设置一个链接 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给它列上这样的一个标识 我们叫栏目管理 注意这个标识呢不是我们的这个标准的a标签它的属性 那么在这里呢没关系 我们给它设置这样的一个属性呢 是为了获取到当前点击的这个菜单像 它的一个对应的页面链接 同理呢我们在这里可以给它列上一个link等于呢 公司介绍这样的一个页面对吧 好那么这个页面链接我们怎么来获取呢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呢给它定义一个变量 一个我们叫做也叫做link 然后等于呢 当前的这个a标签它的这个属性 获取属性呢我们通过attr的一个函数 然后有一个叫做效果线link的这样的一个属性 好那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是否获取到这样的一个链接呢 我们可以将它弹出来看一下 alert这个link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 当我们点击相应栏目的时候 那么它这里呢就出现了咱们需要的这个 网页的一个链接地址 对吧 同理呢这个也是一样的 好那么说明了我们 我们这里获取到这个链接呢 是正确的 然后呢我们就将我们的这个 iframe id叫做main对吧 我们可以将它里面的 它里面的 src属性 设置成我们的这个link 那么注意这个attr函数呢 如果说我们给它只传一个参数 比如我们这里的link 那么它就代表了我们要获取到这个 属性的值 如果说我们给它传两个参数 就代表了我们要给这个标签的属性设置成我们 第二个参数的值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点击一下看一下 点击 大家看到没有 当我们点击栏目管理的时候 那么它右面呢就加载出栏目管理的页面 当我们点击公司介绍的时候呢 它右面就 展示出我们的这个对应的菜单下面 下面里面的这个页面 另外一点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菜单的时候 那么它的样式其实呢是有变化的 一个是它的背景颜色发生了变化 同时呢它的这个右边的有一个小的这个三角形 那么这个是如何实现的呢 那么其实呢这个呢也是给大家 讲到过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可以呢给它 当前点击的这个A标签 添加上一个class 这个class名称呢我们就叫做 Current menu left 对吧 那么这个样式呢我们 需要给它添加上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给它 需要做相应的处理 好我们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上这个样式 对吧 可以标签上的这个Current Current menu left 那么我们呢可以将它的背景颜色设置为白色 字体呢给它加出 Bold 然后呢它有一个 背景图片对吧 我们在这里呢给它添加上一个小的图片 我们img下的这个 iso-small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 这个图片 iso-small.png 让它水平方向呢 居右 然后 外主栏呢 像它是-9 10个像素 让它不平铺 好 好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有没有效果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字体呢应该是 加出了对吧 然后它这个 图标和这个边框没有出来对吧 那我们在这里呢 需要给它添加上这个边框还是需要的 在这里呢应该是一个下网线对吧 好 那么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但是呢 我们要点击其他的这个导航菜的时候呢 它们 它其他的这个导航呢 这个样式就应该去掉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呢 给它添 它的这个 parent parent 就找到了它的立标签 然后在它的 子元素 然后给它去掉 remote class 去掉当前的这个样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处理呢 是去掉它的这个 同级的一个 同级的一个这个菜单选项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这里好像书写的不太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类似上面的parent 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 立标签 然后立标签它的这个 同包元素下面的 它下面的应该是A标签对吧 主准 好 那么现在呢 才找到了它的同包元素下面的A标签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制作的是这个整个一小块它里面的这个样式 那么到我们点击其他部分的时候呢 它对应的这个其他小一小块内容下面的样式呢 是没有去掉的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要 进一步的给它做处理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给它 找到这个 通过parents 找到DL 然后呢 找到它下面的这个 D D标签下面的 UL下面的D标签对吧 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人 添加上一个sibleins 比如是找到同级元素 然后再放在它下面的D标签 下面的A标签 我们依然呢 给它 去除掉这个样式 好 那么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点击这个不同小的栏目下面的选项 的时候呢 它 不仅呢 在同同一级的这个菜单选项呢 会添加和去除样式 那么它相连的这个模块之间的 子元素样式呢 也会跟着发生改变 好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想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在这里呢 给大家再来回顾一下 那么首先 我们在这里 需要给我们添加的页面 首先在每一个左侧对应的菜单项里面 添加上一个这样的标识 来标识我们点击的菜单对应的一个页面 它的地址 然后 我们通过在块内里面的 点击事件 对我们左侧菜单项 点击的时候 首先获取到这个 对应的链接地址 然后在动态的给它加载到我们的iframesrc上 告诉他 我们要显示哪一个页面 然后在下面呢 就来实现我们 当我们点击菜单的时候 要给它添加上当前我们点击的这个菜单 它的一个默认样式 当前样式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其实呢 在前几节课程呢 已经给大家讲得过 在这里呢 有一点绕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找它的这个负元素和 同胞元素 以及它的这个子元素 这些内容的一个运用 所以说大家下来呢 一定要在这部分上面呢 要更加的一个熟悉 才能写出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本节课程呢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程呢 再见